好了,現在進行的就是紅寶石的亂數色違烈空座 OK,可以了 然後就選回烈空座 雖然選不選應該都沒所謂 烈空座好像是這個 就選回色違 又是沒有的,因為精數弄得不夠多 咦,這次是993 不是,還沒按這個 紅寶石要選中間這一行才行 不然它會錯 這裡都有1281 1281 OK,1281是零攻擊 然後是30速度的烈空座 那我們就選這一格,1281 古拉多,各有卡不同 烈空座是直接按進去就馬上開始 所以其實就可能 就不需要提前按什麼 那我們可以 想想一下,這裡可以開始 應該 已經save了 還有一樣,都要留一個空位去查 那隻精靈是 什麼精靈來的 好了,那就來了 3,2,1 嗯 會不會跟昨天一樣 都是一球 第一一下就立即就可以 一樣 都是等它歸零的時候 立即按 當然啦,這些微調就要一陣子再檢查 看看它是不是綠色 是綠色的 正常來說呢 就好像現在這樣 一定是綠色的了 真的很難很難才... 很難才做到 就是一來就立即就完色為完 這裏就大師球 之後我們就開這個3Gang出來 對應它的能力值 譬如它現在是... 先看看 它現在是229 228 151 1 210 150 138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色為取消了 然後就按計算 好了,那你們看到它是12110 那剛才... 12110 那就是說呢 其實我們是早了很多 12110 好,那這次就用1352試一下 1352試一下它可不可以中到這個色為 因為看回它相差是71個... 這個應該是格數還是什麼 大概是這個意思 好 現在可以重新來過了 沒有按到 等等,重新來過了 好了,再來吧 1...2...3 嗯 那我看看這次行不行 那通常就是要... 瘋狂地微調一下 進入去戰鬥那個的... 即是要抓那個時間 那我看看這次是哪個位 就是這麼簡單 基本上只要你調好徵數就已經獲得色違烈空了 好了,準備好了 身上一樣留一格的空位,之後我們就繼續去到計算 現在就選擇雷電球,然後我們就選擇色違 最重要是按個體值,不要按錯,然後就按計算 一樣都是1281的,因為已經定死了,一定是1281出的 所以就繼續1281吧 當然,這裡本來的時間應該是在計算1352 就是上一次烈空座的數字,但是我們要重新來 這裡不可以用這個1352 我們要用1281去再計算他那個 按不按吧,好,我們來吧 所以其實只要知道ID,女ID 基本上都是同一格的 好,我們來吧,準備321 121 之後就來看看能不能中到 一樣都是一來就立刻抓他看看能力值 再計算他哪一格的精數出的精靈 好,什麼顏色呢?紅色的,因為紅色也很合理 65嗎? 早了嗎? OK,那我們不要調整這裡 我們照用1281先 這個我的經驗 我的經驗覺得他應該不需要再調整 都可以 好,來吧,321 可能剛才我自己按早了也不奇怪 有機會遲了 紅色 好,那這裡我們就不展示給大家看能力值 我自己看就行了 好 那這一格就是1269 1269都是說 早了 OK -12 好,準備 321 好 好 紅色也是 要調 OK,我們不調了 我覺得調完好像不太行 應該真的是手的問題 12181 繼續 12181 紅色的 1271 10秒 應該是調10秒吧 調10秒吧 調10秒吧,1291 1291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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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21 121 221 應該瘋狂重開機就可以了 雷電球還債了各位 各位 剛才 今天的烈空座和故拉多 昨天的故拉多 要還債了 在雷電球上 221 321 221 221 221 121 221 221 221 121 221 121 221 121 121 221 221 221 121 121 121 221 22 121 221 221 221 那這隻的色衛雷電球 那就落網了 OK 都是曾經見過的小朋友 都說Tierre是終極大佬 得手了各位 就是這個靈弓的鐵啞鈴 可以拆NPC閃 NPC閃是什麼 你竟然是給NPC閃也不給自己閃 上次有沒有捉到閃,上次又捉到閃 上次這個經典重溫 哎呀遲了 算了我們信一信 這次真的遲了 想說話 上上自己運氣 那我可不可以六寶石亂數呢 需不需要 需不需要拆這個百變怪0 0,0,0 這裡 近近地 右手邊 立即見到你 立即回 快點回 不行 他在右邊 這次我們到下面 中了 嘩 他又在左邊 我上來看看他在左邊 這次 在上面 右邊 那我這次去右邊 又不中 他應該就走了 下面 這次 快點 快點 撞到他 然後看到他 抓他 看看他在哪一格 這樣就可以調整 這隻可以靠血量 來這裡看 除了血量 無從得知 血量和攻擊 因為他的血功之外 全部都零 所以查不到 耶 真的喔 哈哈 真的中了 中了 恭喜 耶 中了 真的要靠調整 如果不調整 中不了 我們下定了 我們下定了 喔 我們下定了 給你們 我們下定了